国际环境价格持续飙涨 现在美银两斤突破了1500美元 这几天在各地的银楼 不少民众都是抱着黄金来换现金 而有需要买黄金的人呢 却是看着牌价叹气 实在是买不下手 美元持续走弱 美元指数更创下16个月来的新低 投资人为了避险 纷纷转向买黄金 也因此推升了金价再创新高 周三金价涨破每盎司1500美元大关 最高层来到1505.55美元 白银同样也是飙涨 每盎司44.5美元 创31年来新高 金价在这一波 从1月底的低价到目前为止 上涨已经有15%左右的比例 那到现在来讲 刚刚过了1500美元 以今年来讲的话 大多数国际机构呢 对于今年全年的高价的预测 都落在1550美元到1600美元之间 金价每盎司破1500美元 连带也带动了黄金存折涨势 台湾银行黄金存折每公克 挂牌卖出价也占上新台币1410元 创黄金存折新高价 不只黄金存折创新高 就连结婚用的金仕 一整组两两来计算 要价11万多 比起农历年前买贵了4000多块 你看金仕往上涨 不少投资人纷纷卖黄金来换现金 不过也有许多民众 想买却不敢买 就是担心黄金价格太高 买太贵不划算 我有钱不买黄金 太贵了 现在黄金涨那么高 应该不划算了 黄金涨势不断专银行统计 我外汇存抵持有5%的黄金准备 维持在1362万盎司 高于中国和南韩 记者沈小青 陈昌伟 台北报导